穿山甲跟他的小孩 好,那我們第二段 也是很精彩的對談 那我們請六位老師就坐到上面 中間是張波老師 郭老師 誒,郭崇洪老師姐 還有,我們德宏老師也來了 那你慢慢離開 好,剛剛 早上三個小短講,時間真的很少 其實也做了一些小小的開始了解 有郭老師,還有鄭老師跟余波 我們再另外邀了,陳張波老師 還有,剛剛我們都很感性的談 但是其實今天還有理性的 我們那個 台北市 理事長 所以他對水利這部分的理解 更有數據 我們今天就有 六位 老師要做一些語談 來深入了解一下 永春平 剛剛在休息時間 今天,張波老師有建議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剛剛聽了三個短講 我們就先收集一些意見 讓老師們 剛剛就你們的意見 有沒有什麼可以回應 或是討論的地方 假如他們對台以後還有一些意見 我們留一些時間可以放後面 所以我們先開放幾個 剛剛的一些 短講裡面的問題 甚至你可以問剛剛沒有短講 張波老師或是登宏老師 那都是國內 或是台北市 非常重要 不管是生態師弟 文史的一些專家 他們 你上Google 找這些名字 他都是前面排列的一些老師 所以對這部分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不 不僅可以學到東西 也可以考考他們 所以在座有沒有 夥伴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跟六位老師有些了解 就可以先開放幾個問題 有沒有 來 來 就這位 是這樣的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那我剛剛聽了這個演講 有講到廣池 在一開始做生態調查的時候 也看到貓頭鷹 那我就想請問一下 剛剛也講到這個 我們這個世俗三代這邊的生態 這個生態練 這教導的部分 那我想知道說 廣池國愛院這一塊 原來有七來就是八棵大樹的 這樣的一個地貌 那是不是是對我們這一代整個生態有一個很好的串聯 可以成為這些動物跟動物的這些侵襲所這樣的一個關聯性 因為現在我們科政府上來了以後 它的這個減秘率 融積率比之前更加的提高 那甚至連工員都沒有了 在這種情況下 想知道一下 我們生態專家學者 對這塊地的一個想像 謝謝 這看起來剛剛有提到廣池的就是黃漁波 您先來做一些 收集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先寫下 還有沒有其他 我們來這位 謝謝這位老師們 我剛才聽的是說 這個現在是有關於這個地方 這個生態 就是專在這個我們這個 永春波現在開發這一塊 還是說有關於日收單 我們這個環境 包括這個永春高中 還有到那個上面這個 那個公園那一塊到 附近這個 就是多邊啦 多邊 不單純是這個 這一塊啦 就是附近範圍可以擴大一點 擴大一點 讓這個環境可以一致性 不要說單獨以對 我們住在這個永春高中這一塊也是 到這個以前的這個公園 永春公園 到這邊旅長這邊 這個範圍 這個看起來就是 光這一塊好像整理了一塊 附近也會有點淋亂 淋亂了 假如說假如農哥的話 把一致性的規劃 也許 看起來比較協調和諧 謝謝 好 來 你 來 非常感謝我們大力處 還有我們這些老師們 今天到我們門口裡面來 跟我們講解這些 我們這邊的故事 非常感謝 剛剛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的話題 不要把它分開來 因為時間有限 而且今天是一天的時間 都在討論這些 我們永春皮 所以我們趕快把 剛才的 兩位先進所提的事情 我們先把它拋開來 剛才我們 有一個領長他 他講到這個 四路三人的事情 我這四路三人的事情 是應該要整體的規劃 那是沒有錯 但是今天我們應該 針對今天的 永春皮故事 來討論 這樣的話 時間上面 我相信可以比較節省 也可以比較深入 謝謝 謝謝理長 還有哪一位朋友 來這位 那個 我在那個廣池公園裡面 有看到那個黑關馬路 在那個領口公園裡面 也看過黑關馬路 而且更奇怪的就是說 林口公園裡面在 那個 明華園 明華園在演歌仔戲 黑關馬路在旁邊 所以我剛才看到那個 黃老師提的這些 生態 還有剛才看到那個 2022兵工廠拍的 這個影片裡面 都沒有提到黑關馬路 我不知道永春皮 這邊到底有沒有 我是不知道 黑關馬路是不是 這個生態也是很奇怪的 人一堆擠在那裡 他可以在旁邊 這個我也是蠻驚訝的 在廣池是很空曠的地方 他宰都不奇怪 這個請各位參考一下 謝謝 還有沒有朋友要跟他們一塊討論的問題 那就先這四個好了 有兩個跟我們有出筆有關係的議題 好 來 謝謝 我想請教的是那個 剛剛聽到鄭老師提到很多個皮糖的一個系列 那 現在也有那個 王輝先生在燕陽跟我們一起語談 所以我想了解說 永春皮 就是這些皮糖原來在它的功能上 有能夠治紅的功能 顯然是很大的 可是現在變得這麼少的時候 他現在面對的課題是什麼 那未來永春皮還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謝謝 好 謝謝 五個問題 一個非常針對永春皮的 現在目前講究實際的序洪的功能 到底怎麼樣 那就我們先就這五個問題 跟上面專家學者來做一些對話 有沒有來過 陳老師 就我的觀點 我整個一起來把它談一下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 那來我很認真的聽 然後做點反應 那我是走路 我是從這個永春的捷運站走過來的 所以我走路了 我腦袋動了 這就避免我進入了 失能失智的 這個高齡的社會 這個 我的歲數不大 我只有七十二歲而已 那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要談的是說 我們人存在的目的在哪裡 他皮糖跟我有什麼關係 郭老師剛才提了 那個好幾一年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 皮糖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很自私的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讓各位就比較會了解一下 跟各位分享一下 剛才各位先生提到了 我集中在這一個世塑 在永春皮 而不要分散到 擴散到世塑山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世塑山我們就畫龍 我們點個眼睛 那永春皮就是眼睛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你知道這個重點就抓到了 那我們人的養生有三個理 生理 心理 還有一個叫哲理 哲學的哲 我從永春站走過來呢 我第一個就看到有個宮 叫做松德宮 然後 什麼原因 因為我要吃早飯 我找地方 那就有很多人吃的 那個就是生理 就是你 那空氣新鮮很好 那心理幹嘛呢 那心理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是 有像郭老師所說 有那麼一個大的世界觀 有關心到這一些 人的互動 像很多人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你的腦袋就在動 那你就有照顧到 然後那哲理是做什麼 哲理呢是說 如果說我是一個全球的角度 我是一個全球人 我看的不只是台北而已 我看的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 那現在全世界是一個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回頭來講 就台北市來講 我們把那些生物逼到那個角落去啦 在從前我們說 雕殺到很多很多動物呢 我們把它叫做熱點 就是說這個叫很多很多的生物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不是熱點 是什麼 是避難所 那你 如果說你的哲理呢 是說我的身份哲理 是說我是不是可以花點慈悲心 讓他們呢 更生活的自在一點 那我讓他們好一點 那麼剛才提到的那個 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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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很多的大樹對不對 那我們人也要用那塊地啊 那樹有啦 當然這一些所謂的黑棺馬路啦 或者是所謂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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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藍 藍雀啦 或者什麼 欸那個 那個 那個 都有這樣住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一個空間規劃 把那些樹呢 畫一畫 畫出一個廣道來 那這些廣道呢 就變成是樹住的啦 而不是我們人住的啦 那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人可以去想吧 那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哲理 當你用關心的關懷的角度去處理的時候呢 都可以把它處理好 現在就回 我們就回頭到我們這個永春題啦 那永春題可以做些什麼更廣泛的使用 這裡有提到啦 剛才提到的志宏對不對 有生物多樣性對不對 還有呢各位可不可以生活得更好呢 還有呢 從這個範圍到底要多大喔 就我從 早上從這個 這個永春那樣子的捷運站走過來 真的很舒服 我可以看到很大的大樓 我也看到呢 可以看到很小的店面 還有很多時候 很多人 有一個賣的豬腳的 叫做安柯什麼的那個 安柯爐 安柯爐啦 我看這個中文名字 我看不懂 那為什麼那個店名 就是什麼安柯爐 然後看了英文 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爐叔叔 賣的店就對了 那這個就是文化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有這樣子來講 我腦子呢 就有很多很多衝擊 我就不會失智 那我這生活就會很快樂 那所以我會想說 如果我要把四桌山 都放在一起的話呢 我認為現在最危險的 最危機的動物呢 是白皮心 因為牠就在地上走嘛 然後呢 松鼠還在上面跳嘛 所以我沒有把整個四桌山呢 就把它弄成一個白皮心的 保護區呢 這是我的幻想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就來再把這個 讓柯市長的頭痛一下 我整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我養生的三里 我都把它做到 然後呢讓我呢 有慈悲一點 讓這個環境 再多功能使用 好 這個我的看法 謝謝 謝謝 要不要我裏迫先 柯老師有沒有要先回柯老師 好 柯老師 我是怕我一講 他講過 我 簡單的講 剛剛第一個問題是 有關貓頭鷹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其實 四桌山跟廣池的相互的關係 四桌山大家都知道是比較自然 那廣池是附近比較有防止這樣 那這個剛好是我們台灣北部 就是台北近郊有兩種貓頭鷹 一種叫防嘴角囂 防嘴角囂應該是比較四桌山 它是跟山區 那貓頭鷹的話 其實是跟 有一點點都會區的那種環境 所以剛好是各取所需 好 那我個人的角度呢 就是整個 南港山系呢 就是台北近郊 從北銅 到士林 到內谷 到南港 一直到信義計畫區 雲山區的這個丘陵地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不輸給國家公園層級的一個 郊野公園 因為前面我有講過 這樣子的環境也是 全世界的首都城市 應該是沒有的 可能全世界只有開北市 那因為我們的公園綠地系統是 我不好意思這樣講 我們是超國外的 那國外因為沒這個東西 所以國外的公園綠地系統就是 國家公園 然後大的公園 像美國的中央公園 然後比較小的公園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台北市 因為我們有這個特色 所以 我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的夥伴來呼應 就是說 台北市 有這麼樣一個 繞著台北市幾乎快一圈的 這個 低海拔丘陵地的交戰 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再講一個 就是說 可能我們在座各位 有人喜歡養貓養狗啦 種花種草啦 可是你看那個 我每次都講說 你看那個公園 明明不適合養貓養狗 不適合種花種草 可是我們為什麼 偏偏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到了 週末的時候 要往郊外去走 那因為 其實 我這個觀念其實是 有一次 我們在哈佛大學 都下午茶 有一群做這個 演化生物學的學者啦 我們都在聊天 不是我們人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那後來有一個人就講說 其實啊 因為我們人類都是從自然界裡 我不是從那個 伊索比亞跟坑亞交接處 那個地方演化出來 大概是在35萬年前 那人類是從自然界演化出來的 所以我們人類在潛意識裡面 有想要回到自然的那種衝動 所以隨時在尋找我們人的心靈 人自然的獨立 所以為什麼 這個郊野公園這麼重要 因為我有一個老外朋友跟我講說 想說你們台北市啊 其實有一個很棒的資源 可是為什麼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台北人也搞不清楚 他們認為台北市是全世界最好的 就是一個療癒的城市 如果說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四壽山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郊野公園 我覺得台北市真的是 怎麼樣走到一個療癒城市 尋找心靈的平衡 我剛剛只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再講一點 既然講得好 我跟大家講得好 然後 這就是郊野公園 然後再來是黑怪馬路的事情 我想講一下 以前二三十年前 台北市沒有黑怪馬路 我第一次看黑怪馬路是要跑到 我那個是多少年前 大概二十幾年前 大概三十年前 我必須跑到水裡 才會看到黑怪馬路 那我覺得黑怪馬路 在最近的十幾年 可能才進入台北 那可能是因為 全球氣溫越來越溫暖 就是說熱帶會不斷的往北移 所以台北市 各位不覺得台北市越來越熱嗎 所以 可能黑怪馬路也是跟著這個溫度 一路往北走 那黑怪馬路最近 台大那個 森林系那個 袁孝吳教授 他們有在做黑怪馬路的細放 全部 所有的黑怪馬路 只要在台灣大學 蛋裡面孵化出來的 每一隻都會有腳痕 所以各位只要看到 黑怪馬路看裡面的腳痕 就知道說 他是大恩森林公園出生的 還是植物園出生的 現在台北市幾乎每一隻 因為 黑怪馬路不太怕的 所以他被抓到的機會也蠻高的 所以就 每一隻都會有名字 他變成王的朋友 這是最近幾年所發生的事情 那 還有什麼呢 我看 詠春旅客區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來看詠春旅這個事情 前日不是颱風嗎 那颱風北部 我看那個電視新聞是說 那兩天前天嘛 颱風來 好像下了400mm在北部地區 那 大家都知道記不記得 有一年那個小林村整個村被 被滅村 那下了多少呢 我記得好像 納馬下鄉那邊 就是阿里山山山脈那邊 下了將近3000mm的水 3000mm就是亞馬遜 下一年的水 台灣兩天就下來了 那 那 像非洲 像有長頸鹿 有石子 有鈴鐺 那種生態環境 下一年的水是多少呢 是300mm到500mm 台北市 各位只要注意看 只要是蠔雨啊 你隨便看 大概一兩天的蠔雨 大概那個300到500 也是非常容易看到的事情 所以你看 非洲下一年的水 台北市一兩天就下來了 亞馬遜河下一年的水 可能台灣的某個地方 可能一兩天就下來了 所以 其實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的瞬間降水量非常的大 那這個瞬間降水量 那 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其實 我一開始不是講說 台灣的森林其實是很古老 因為生物像很古老 其實台灣的這個森林 它出生是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對付這種這麼大的瞬間降水量 這種闊葉嶺 它那個層次的 所以闊葉嶺為什麼那個 各位只要看四周山這邊的 最高樹木那個橋木的葉子 它都不會很大 而且不會很薄 它都是中等大小 然後有一點點的厚度 下次各位你去爬四周山 特別看那個最高的樹 那個樹葉上面好像塗 女孩子塗那個指甲油一樣 就是瞬間降水的時候 如果很薄 會被破壞掉 那個植物可能就沒辦法生存 所以 因為稍微厚一點 所以 那個水 衝擊力很大 就不會 直接衝刷到地面 讓我們的永春嶺 就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 其實這個四周山 它是我們台北市東邊的一個防護網 對付這個瞬間降水量的防護網 那簡單的講齁 就是說 呃 台灣可能是 等一下可能我們有專家啦 就是水利的專家 那個 台灣可能那種瞬間降水量 我們怎麼去處理呢 其實 我一直覺得從生態的角度呢 呃 怎麼樣讓從天空掉下來的水 停留在掉下來的地方 越久越好 這個是治水 我們過完的治水不是這樣 我們過完的治水是說 天空掉下來的水 最好趕快離開我家 然後最好到別人家去 我們都是這樣拿 所以以前那個 汐止不是經常都淹血嗎 因為汐止是基隆河的下游 那基隆河的上游 那個大家的排水溝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一下子就流到汐止 不淹水才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最新的防洪的概念 就是說 怎麼樣讓上游的森林很好 因為它有層次 我想大家都經過森林嘛 你走進去森林 你腳底下會發出那個 枯枝落葉被你採的聲音 然後呢 所以我們的森林是有層次的 有第一層 有第二層 有棺木層 有草本層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喔 草本層的下面還有枯枝落葉層 還有斧枝直層 再往下挖有淺根細層 中根細層 深根細層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像我們四周山的枯葉森林 它會有濁生植物 比如說有山蘇花 那有一些蘭花 那這個是到底為了什麼呢 就是那個葉子流的水 它會流到樹枝 然後呢 有濁生的就會把水吸附在 所以我們近代治水的 其實最生態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讓天空掉下來的水 留在那個林子裡面越久越好 就是它的緩衝性就會很長 才不會說一掉下來馬上就流到你家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種高度擠壓的丘陵地 最好讓流水的空間越多越好 那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不要把都市裡面的設備碰到高山去 都是高山的 丘陵地去 讓丘陵地保護 大概是這樣 我簡單的回應 那是我們請專家講幾句話吧 好 點名了 林理事長 對於水 你可以看到 大家好 這個委會的各位議團人 還有副社人 還有各位 這個 理事小姐 還有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水利騎士公會 先生理事長 林光輝 其實大家這邊大概都是屬於 比較多的屬於生態跟這個 那個 文齒的一些的先進跟前進 這個部分說實在我真的不是很懂 但是看到這樣子的一些資料 我覺得今天其實我真的過癒良多 但是我今天從 嗯 水利工程的觀念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 剛剛有 有位 這個 嗯 有在問齁 志弘這個觀念 其實我們自己仔細看齁 剛剛這個 鄭老師有大概有提到齁 其實沿著石頭山下 其實這麼多的皮糖 它是 能夠完成 能夠造成的嗎 其實我自己在看這件事 我覺得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自然而產 自然而產生的一件事情 只是我們後來把它消除掉了 原因是為什麼 大家其實看齁 從水利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從坡地來下面來流的 這個水量 它其實是快速流下來的 但是它到了平地以後 會發生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它到了平地以後 它流速變慢 它流速變慢 那它一定要找到一個 它當它 你從山上下來的水 快速下來以後 你到了平地變慢以後 它要找到一個水 它慢慢 它要先蓄起來 才能夠慢慢慢慢流出去 所以當時的包括這些 包括的二崇浦 包括的中坡 包括的永春皮 其實是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之下 它養成的 當你有一個比較低蛙的地方 比較有一個蛙絮的地方 它就造成了這樣子一個自然的一個自然 它可以讓我們的水流 可以慢慢的往下游再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過去 這個是在自然環境 大自然水造給我們的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只是我們後來認為 因為過多的人進入以後 去做一些破壞 那當然其實它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相關性的一些 可以去做一些客服 剛剛其實郭老師有大概提到 做一些這個 造林或者是一些這個整個樹木 我們其實來去做一些防洪的 或者是更好的一些 相關性的危機 或者一些的調整 其實我們幾次 我們自己在學水紋的這樣子 一個背景的 我們常常在提到一件事情 其實 我們最怕的就是 水下來以後 全部都變成淨流 就變成 就是造成淹水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事實上水紋 它只有淨流嗎 其實 我們以前過去在台語老師 林工方老師常跟我們 在上課的時候 常跟我們講 其實從降雨到淨流 其實它還有另外四個好朋友 還有另外四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一個好朋友是蒸發 只要你有停它就可以蒸發 就可以減少我的淨流 第二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二個好朋友是入勝 我下到地底下 還要能夠入勝的話 也可以減少淨流 第三個好朋友 第三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三個好朋友就是 節流 怎麼樣去節流勒 就是剛剛陳如郭老師 才講的這個部分 就是 你今天只要我樹木多 我樹種多的話 我大概就可以做很多很多 因為它靠它的樹葉 靠它的枝幹 靠它可以做很多的節流 讓我的水 不會直接降落到我的土地上面來 這是第三個好朋友 第四個好朋友 第四個好朋友是什麼 太多人為的使用上面 我們希望 我們廣告希望說 我這個地方也要使用 我那個地方也要利用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水 什麼 我們把我們的水快速的往外排 我們快速往外排 包括我們現在台北市的 所有的防洪的體系 包括了大台北的防洪 我們所謂的外水 基隆河 新電機的外水 我們希望我們把山上的水 不管今天從山上的 取水區上游的水 我們快速的倒排到 想要往淡水河 往外海去排放 然後內水呢 我們就為了要防止內勞 我們在沿台北市的防洪提防上 我們做了很多的下水道的系統 我們大概總共做了 將近540公里的這樣子 一個下水道的系統 然後我們做了 整個的台北市 有65座永遠性的抽水站 有22座的 延時性的防洪抽水站 那總共這樣八十幾個 上的抽水站 我們就是要快速的去做排放 但是 到了現在 氣候變遷 每年就剛剛 陳陸剛剛有 很多的學者 跟很多的這個 這個 演講 大概有什麼提到 其實氣候變遷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過去 我們所認為的 防洪能夠達到的一個標準 現在其實 變成 變成會有困難 變成有困難 我們需要用更多的方法 來去處理 那假如我們還是用 過去的這樣子一個手段 比如我把敵方再做 難道我們要把敵方再做得更高嗎 或者說我們要做更多的抽水站 或者是要把我們的 540公里 現有的下水道系統 再集中更多嗎 其實這個大概都會有困難度 而且它的經費跟這樣子一些 的這個樣子的一些使用 大概都會有這樣很大很大的困難 所以現在事實上台北市政府這邊 也想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從建築的觀念來考量 從這個綠地的方面來去考量 我們希望把我們多餘的水 我們不要直接排放 我們利用剛剛講的這四個好朋友 的方式 包括挖絮 包括潔流 包括入勝的方式 來去慢慢慢慢 我們把這些水 聚集起來 慢慢排 慢慢排 可以把我們整個的防洪體系 所以我即便是我在既有的 這樣子的一個防洪體系下面 我可以把我的保護標準 從現在的 常常大概 或許有人聽到 我們一個小時 台北市保護標準 78.8英明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保護標準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抬高到哪裡 我們可以把它抬高到80 可以抬高到100 這樣子讓我們的保護標準 我們在既有的一個條件之下 我們利用所有的配置 或者是我們一些 非工程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我們利用自然生態的一些觀念 來去做一些處理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現在 需要我們 因為我們不管怎麼講 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人 生活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保護 保護我們的生活的位置去外 當然我們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與自然共生的方式 來去做相關性的注意 這個現在是目前 我們從隨意界其實也發現了 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慢慢慢慢再做 再做調整跟修正 但這部分 不是一觸可接 雖然我們也在努力中 這是我初步的一些說明 謝謝 從水利的也看到 不是水利工程 都可以全部解決的問題 就是剛剛分享了很多 用綠地或是樹森林 來做擠水的條件 剛剛有我們夥伴 民眾也提到了兩個問題 就是四壽山 還有本村平 還有剛剛黃宜波提到一些 周邊的環境 然後再請德宏做回應 請德宏做回應 請德宏做回應 剛剛其實水的部分 李女士長已經講了很多 其實 確實最近常常都開始在談 就是最近 像水利署找我去上課 我就挑戰他們水利專業 但是我聽到 李女士長這樣講 我真的還蠻高興 我剛剛講的 就是提防不是水利工程 結果他們每個都快混到 提防怎麼不是水利工程 我說提防 提防做了以後 對水不利啊 對不對 你也很難去利用水啊 做了提防以後 你就不能夠去利用它 所以提防怎麼會是水利工程 他們問我說 提防應該叫什麼工程 我說提防應該歸土地開發工程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要跟你搶下那塊地 那我講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概念 其實不太一樣 我其實 常常看到我們不要碳足跡 因為那二氧化碳不是我們要的 但是 其實一樣的概念 可以放到水足跡 水 剛才有提到 就是 我無論如何 都讓它多留一步 多留一步 因為它多留一步 它就是水資源 你都是做排水工程 就排到海裡面 然後就說 我沒有水了 對不對 所以 排水工程是把水當作垃圾 我不要它 那 但是我們偏偏又怎麼樣 又需要水 所以其實 怎麼樣把水多留一步 你才有辦法去利用它 那每一個地方都多留一步 其實它就不會集中 水不會害人 是水事在害人 對不對 事就是力量的集中 所以怎麼樣 利用時間跟空間 在上游的地方 每個地方都擋一下擋一下 其實都可以保障到下游 所以現在開始在談 海綿城市 或者是 任性水管理 其實在談的都是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工部門當然現在 開始慢慢也在做一些調整 跟學習 但是這就正正要跟那個 全球氣候變化要比快了 到底誰比較快 因為就像廣池 其實廣池 這些樹 當然很多人認為那只是一棵樹而已 但是我其實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每一棵樹都是個故事 廣池是個故事 我很擔心就是說 其實台北有那麼多的故事 但是很多的概念 很多開發觀念 是把這個故事給米平 就是我不要這個故事了 我要重新來過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最難copy的 最能夠讓人家感受的是故事 而不是那個量體 就比如說像剛才提到 那種文史 這地方來講的話 曾經有什麼皮 什麼也皮 到最後都沒了 那我們就是好可惜 好遺憾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難得還有故事的地方 你其實應該想辦法把它留下來 那最後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 詠春皮 其實真的要聯合周邊一起講 我很怕就是說 我們只要focus在這個地方 因為focus在關注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只會談到 我在這邊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詠春皮不一樣 我覺得剛才那個 陳昂波老師講得非常好 畫龍點睛 這個眼睛是整個四瘦山的眼睛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只談那個眼睛 就好像這個四瘦山 這 詠春皮它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它現在怎麼樣 它現在得了白內障 就是 它現在的狀況並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要去改善它 改善它以後 不是說我這眼睛變好就好了 它這眼睛變好 它是可以帶動周邊整個都變好 在生態富裕裡面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叫做最劣化的改善 其實就是說 你要找到一個地方 它的目前狀況是很差的 那我把它變好 那我把它變好以後 其實它的那個效益是最大的 那其實不管是 這個 那我們剛才講的一些避難所 或者是一些 目前環境不是很好的地方 你把它變得好 那你看從負面就變正面 那其實它的條件是很好的 那應該把這些地方全部都找出來 然後應該要優先把它去做 這樣的一個提升 我覺得 對整體的效益是最大 那最後一個是講 黑罐馬鹿 黑罐馬鹿是很有 剛才德鵬老師講說大笨鳥 其實它很有意思 像每個校園來講都有一兩隻眼 或是幾隻 變成這樣代表性的部分 像黑罐馬鹿也是一樣 雖然它常常飛到樹下 裡面去找蚯蚓 找東西來吃 但是它是煮上面的 所以一個大樹來講的話 對黑罐馬鹿來講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 不是說我只是種樹 我只是在談它的覆蓋率 只是談氯化 其實那個大樹的流下來 其實是很有效益的 尤其它的樹散 對於生態狼道 潔流等等之類 都有很大的好處 以上回應謝謝 大家早 我是德鴻 我比較關心祠堂 對剛剛那位小姐的議題 當然 這個皮糖的消失 當然會對於整個台北都的環境 去紅 最大的衝擊 還是在於蓄水 去紅 這個部分的衝擊 但是這個濕地 這個皮糖 現在已經不是濕地了 如果可以藉由一些工程手段 讓這個皮糖 的這個地位 又重新再回復起來的話 我想 還是要從 其他生物利用的這個角度 來 來觀察 我覺得 尤其皮這個七粒 我是用七粒的一個概念 來談這件事情 尤其皮不應該只是用人類很 很世俗的視野 來看這個點 因為在台北豬衛環境裡頭 要找到綠地 要找到一般的公園 其實不難 而且 很普遍 包括 林里公園 包括 學校 包括 一般的公園等等的這些綠地 但是 如果 在這樣一個難得的經驗裡頭 有一塊新的七粒 讓我們來使用 來規劃 來構思的話 我希望說 從它的 這種特殊性 來 來看這個點 來看這個點 還有它的 剛才有很多老師都談到了 這個點 它的一些 非常特殊的一些地方 所以 我們先要先確認 先確定 永春皮 我們的 方向是什麼 我們期待這一塊 永春皮 將來 能夠呈現出來的是 什麼樣子的 樣態 比如說 你希望這個地方 你希望這個地方 是跟一般的公園 一般的綠地 一般的 濕地 這種景觀式的 是這種色塊 種了很多花花草草 然後 就跟一般民眾的休憩 運動 或者散步的 這樣一個公園 這樣就好了 還是以 還是以其他生物的視野 不是只有人類的視野 其他生物的視野 來利用這一塊 這一塊 漆地的時候的視野 來觀察 如果這個方向 你 沒有先確認好 那可能 這個就會 牽涉到後續的 規劃的方向 所以我現在要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 要把這個地方 定位為什麼 定位為一般的公園 一般的景觀的 這種休息公園 還是以生態為主的公園 這個界分就要很清楚了 因為這個 跟將來他們規劃的時候的方向 當然這裡的話 可能會包括很多的細節 包括植栽的選擇 這些植物 可能你要選擇的是 以色澤 好看 漂亮 經常開花 那 這個 一定是很多的這種景觀植物 那如果是以生態為主的話 那這裡頭就有很多學問了 哪些生物會來 那我們要種哪些生物 我 要種哪些生物 讓這些生物可以來 所以要有很多的植栽 的選擇 就要去配合 好了 那哪些生物來了以後 它需要哪些 圍基地 哪些多孔系的方 的這樣一個營造 還有呢 這裡頭 水的深度要多大 當然水的深度又跟剛才的智鴻亮有關係 好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如果可以 除了人類的視野以外 用更高角度的其他生物 再利用這塊濕地 利用這塊 我們重新再修補起來的這塊基地 的這樣一個視野來觀察 來觀察這樣子的一個 讓這個永春彼的一個重生的話 我覺得那個 先確認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 應該是目前最最緊要的課題 好那 目前在很多的這些都會公園生態化的這個議題裡頭 最近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像大安森林公園 像 木柵翠湖 那個都是 在 僅存的這些綠地裡頭 有條件 然後藉由很多的資工參與 然後把 把這個 把這個 那棲地 重新 回復 重新修補 重新 保育 的 我不談富裕 我重新把它保育下來的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案例 那這些案例 在 將來的 永春彼這個地方 我希望也可以作為 參考 這裡頭很重要的一個精神是 民眾的參與 自公的參與 也就是說 在這個 永春彼將來 如果我們是以 生態保育為 最終的目標的話 那 社區的參與 一定要參與期間 當然 政府的 財力的經費 的資助 或者 NGO的參與 這個部分 都要有很多的 配套措施 包括 要有 中長期的 這種 經營管理的 這種計畫 讓 讓這個 池子 做好了以後 而 不會只是 雜草重生 然後 很多民眾 不敢來 的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 我是給予很多的 期待 那這個期待 不曉得會不會太多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是希望說 先 確認方向 以 生態為主 我是希望說 不要再 不要再做一間 沒有特色的 公園了 所謂的沒有特色的公園 是 因為現在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 我們 期待這個永春 永春彼的 這個公園 它有它的 獨特性 它有它的 特色存在 對目前的這個課題提出我的看法 以上 謝謝 剛剛都引了一個很好的話題 就是 我們到底要讓永春彼走哪個方向 就是比較生態的 或是比較是 一般性的公園使用 那當然 永春彼這裡的價值 剛剛我們大概沒有提到 原來它的都市計畫聯繫也是住宅 雖然它原來是居民 但是它的都市計畫是住宅用地 那市政我覺得這個地方 開發不應該朝住宅 都市計畫都的委員 也都支持 把它變成是一個 用 現在目前朝私地的方向來做 這也是 值得很多 很多 國際上的肯定 我們希望這些事情也會被看到 是因為 當變成住宅的時候 它的價值是怎樣 看起來 剛剛 那個 黃英波也提到的價值跟價格 價格看起來好像 變成住宅可以賣一些 租屋 很多很多的經費 但是價值而言 這兩件事情就不一樣 所以 從價值的角度來看 對永續的價值來看 從文史的角度來看 其實回到以前是皮的那種感覺 然後更能夠使用 在生態跟西地跟民眾的休閒之間 可以得到一些平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也可以提醒大家 可以思考一下 下午我們做討論的時候 可以更深入 那從它的特質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文化是一個開始 所以 剛剛其實幾位老師也都有做一些回應 從歷史跟文化的面向 鄭老師 可以在這個角度也可以提一些 一些提醒 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 前面幾位先進 他們的意見都非常的好 都應該要好好仔細去參考 我們這個提堂旁邊就有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的旁邊就有一個公共汽車的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以前是一個蟑螂場 它是提煉蟑螂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蟑螂出煉了以後 再送到這個南門工廠去經典 那可見這個地方在古代 這一大片都是蟑螂樹 整個四壽山這一大片都是蟑螂樹 那你現在看到的蟑螂樹 幾乎都是我們最後心中的 以前的古老的大樹 像一個一個人黃豹 或是甚至兩個人黃豹的樹 都不見了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恢復原來的生態 應該要大量的去種蟑螂樹 把它恢復原來的狀態 那邊會有一個蟑螂場 不是偶然的 這個是第一個我想到的 那當然要兼顧社區上的需要 也許要種一些櫻花 比較漂亮的 或是會開花的大理花什麼 這個也是當然都要兼顧這個需求 但是最根本的 它應該是要恢復原來的生態 另外在這個山上 有開採煤礦過 這個煤礦從這個清化戰爭以後 就清政府也意識到它的需求 所以清化戰爭以後 就成立了廣東造船廠 還成立了南洋艦隊 那這個都需要大量的煤來供應 那所以台灣這邊就開始大量的產煤 那一直到日本統治的年代 因為應付這個戰爭的需要 更是大量的開採 那所以像這個松山一坑 松山一坑就在豹山的山頂上 那邊現在旁邊有一個慈慧宮對不對 那這個松山一坑的主坑 深差不多一公里 那它裡面的支坑大概有六百公尺 那現在它除了坑口還看得見以外 裡面是已經坍塌了 但是我們知道它這個坑到裡面 還是沒有紮實的 所以這個地層是不穩的 那包括當初挖出來的廢土啊 梅渣啦 那一定是找一個旁邊 比較低挖的地方 比較甚至山溝的地方 就堆置在那裡 那現在堆置在那裡 上面可能就長了草 長了小樹 可是事實上它的地層是不穩的 這個都應該要好好的試量 是不穩的 像這個民國九十年 很大逆台風 那有的地方就會發生土石流 像前兩天發生這個台風 如果吹到台北來 那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災情 這個風大雨大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試量的 那除了松山一坑還有松山二坑三坑 松山二坑是在那個北信宮那邊 松山三坑就在慈慧堂這邊 那原來開礦的礦坑口 那時候他們都是開礦的人 大概都拜瑤慈金母 瑤慈金母在道教裡面 五行裡面它是屬金的 那屬金的它就是管地底下的 像金啦或是玉器啦 都在地底下都屬金的 所以他們都拜瑤慈金母 跟這個地藏王菩薩 所以這種礦坑的前面都有這樣的廟 那礦坑在民國六十年七十年以後 就結束了嘛 因為從外國買的煤比我們自己開採還便宜 因為我們台灣的煤層是斜的 越挖越深 那越深開採的成本就越高 風險就越高 那最後就變得太貴了 太貴了 從那個疫苗進口的煤 大概只有我們自己生產的三分之一的價錢就買到了 那所以那時候政府的立場就是 你只要發生災病我就把你搬掉 那你開採經濟不符合經濟就搬掉這樣子 那就用煤 就用進口的 那接下來就是整個世界的能源就開始改變 就大家廉價的石油就生產出來了 那煤又危險又風險高 那又污染很嚴重 所以就慢慢的我們現在就 都用瓦斯啊用這個石油啊 煤就大概民國七十九年底 全台灣的煤都停掉了 但是我剛剛提到就是這種礦坑裡面的地層是不紮實的 那原來堆砌的這個廢棄的這個土啊 煤渣啊 那個地層也都是不穩定的 所以這種是要在考量之內 那另外剛剛也有提到幾種物種 譬如說像這個黑貫馬路啊 貓頭鷹啊 穿山甲 那其實你只要環境營造的正確 這些物種 就自然慢慢的會回來的 這個就不需要太擔心啊 像那個歐洲那邊喔 他們會把這個 他們的麥田的附近喔 就會營造那種 讓這個貓頭鷹喔 會來這邊煮草的一種環境 那一隻貓頭鷹一年大概可以吃 接近一千隻的老鼠啊 那等於說一隻貓頭鷹就保護了一頓的糧食 那但是啊 就是這個環境喔 如果營造的正確 這些物種 包括營火蟲啊 包括飛鼠啊 那這邊也有台北樹啊 獨角仙敲心蟲一大堆喔 只要環境正確 這些物種 就會慢慢的回來 謝謝 謝謝 剛剛正好提到這些事情喔 現在要揮霧煤礦 大概也不太可能 那所以這些資訊的收集 對我們來講 我們日後希望在這個公園裡面 那有一些很多的環境解說 包括溫食的部分 這個是 剛剛正老師說到的這些 不管是梅啦 或是以前皮躺的這些故事 未來我們都希望 我們下一代的小朋友也可以知道 所以下午假如夥伴們 你們可以有些像的想法 在你們的設計 或是你們的參與室工作坊裡面 可以提出來 讓很多很多這種歷史背景 文化 可以未來在永春皮可以看到 資料 或是看到一些很重要 很重要以前的那個 故事的來源 這是剛剛的提醒 那其實永春皮大概幾年前還是菌营 菌营現在關了大概三年左右 那我們已經開始在做調查 大概我現在所編的資料 包括物種上面 因為以前也是菌营 所以菌营所喜歡種的植物以外 還是有些因為沒有干擾的問題 或是有些地方干擾有些地方沒有干擾 物種的呈現還算蠻豐富的 那這豐富度我覺得不夠多元 所以我們盡可能希望從剛剛三系的部分 再引進更多 所以要做一些棲地的概念 這是第一個可能面對的挑戰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鄭老師提到的 我們也會做專探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六個 六個專探 希望知道以前的地質資料 當然永春皮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應該是以前不是礦耕 但是我們要知道它的地質 對未來的植物 對未來的棲地水的一個 一個理念跟它的資訊 從幾個口我們都知道 它的地下水位在大概是四月五月的時候 水位蠻高的 但我們要繼續觀察 觀察一整年度來看它水位的狀況怎麼樣 這個都可以 下午我們會第一個 第一個有資料跟大家做分享 那分享這些資料 你們可能做出來更多的一些想法跟討論 更豐富跟更紮實 那也比較能夠符合現在面前比較務實的觀念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現場 剛剛第一波的五個問題 老師們還沒一些回應的部分 鄭老師這樣 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在建構一個新的文化 那在這個建構新文化裡頭 各位思考一下 你的成長過程中是不是都是一言堂 是 政府啊 高官啊 爸媽媽媽媽講的話就是啦 可是現在要讓到我們大家來講我們的意見 可是這個過程要怎麼做 我們台灣話都說媳婦呢 熬成薄呢 以後還是用薄的方法處理他的媳婦 為什麼 因為沒有學習的典範 那我們現在讓大家來談 我們怎麼去談它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我們要提宴景 那我們流程是怎麼樣 他們會提供很多的資料給我們 這個叫教義的義 義言堂 教義的義 接著我們要談出很多的宴景來 議題來 開會義 叫義言堂 講話的過程中呢 一定要聽人家的話 絕對不要呢 就先火定人家 那你就沒得談啊 那談的話呢 就要用精益良言的義 講好聽一點的話來談 那最後形成共識啦 這樣的話才有辦法談下去 那我提幾個例子喔 前兩天談那個年金 那我拿15%的人啊 可是代表我的那個人啊 一下子就說 你政府怎麼可以拿 公教人員的潛在的 這一個負債呢 來討論啊 那這一下子就更談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經公教人員 很多人拿15% 這是事實啊 那像我這樣很認真的養生 我還可以活很久啊 所以我會吃掉很多公家的錢啊 那你替我算出來呢 我就會知道說 我應該做些什麼事啊 所以這沒有什麼不好啊 可是我這搞不定就是 我那個代表 我行公教的人 為什麼一下子就要反對呢 我認為這個就是 沒有私利的不夠周密 另外一個很好玩的 很像來講 前兩天那個松山的 那個爆炸去炸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關心的對象 他只有那個小孩子 那個毛 那個他叫做女兒的那個毛小孩 那個那個狗 那所以假如說我的社區裡說 大家都可以跟我談話啊 都可以關心我啊 等等的 那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談的時候 為什麼人會養毛小孩 這種的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生命 你也是一個生命 所以你有關心 你有在互動 你跟那個狗呢 也等於是談戀愛 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女兒呢 是爸爸的前世的戀人 那就是因為我有關心 那你的關心為什麼不擴大一點啊 我家裡的前面啊 我有三個水盆 每天我都會加水 因為什麼呢 這個 立秀妍會來喝水 那我就會知道 下午他有沒有來 那水有沒有降低 那我就知道他有沒有喝水 那我就是跟他在談戀愛啦 那我倒不清楚是哪一隻鳥來 可是那我就知道 有一群鳥在那個 喝我給他的水 那同樣的我也會 差不多五六夜的時候 我就開始聽 低聲那個五色鳥 什麼時候開始叫 什麼時候開始去挖動 所以我的關愛呢 已經關愛到所有的 自然的這些生命啊 那我就不會說 我一定要去 擁有一隻毛小孩 去照顧他 去弄他 結果或者那個毛小孩 我們的社會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呢 把一個那麼好的官員呢 給讓他自殺 解決問題 最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也就是說 當你能夠把你的社會上 現在你的關心的這個議題呢 擴充到自然的野生動植物 到自然的這些其他的 那身體把這種關心呢 加注到環境的保護 加注到社區的這些關懷 那就會更好 所以我是講了兩個這個課題 一個就是說 新文化就是這個樣子的 你多關懷一點 那你有了這種關懷的心呢 你對課題的處理呢 也就不會馬上說 你一定要馬上給我做到 像台東 這一次風災 他們就馬上抱怨說 中央都不管他們 像孤兒一樣 你就知道中央怎麼去處理吧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心 變成非常非常的偏薄 沒有體諒到別人的狀況 那另外呢就是 我忘掉了 沒有了就這一點 好謝謝 有想起來可以補充 剛剛那個張光老師提醒 就是社會討論 社會的關懷 還有討論的方法 我們現在目前是真的在培養當中 那可以讓它更成熟 就更知道怎麼公共討論 公共溝通 那所以 討論的方法當然要很細緻 下午我們就會有這種 討論方法的說明 還有很多工具 還有一個好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們本來安排在外面 覺得好像太熱了 所以 我們會放在裡面 然後 有一些討論的機會 跟那個方式 跟剛剛的提醒 就要互相尊重 互相體諒 好 還有沒有老師 對剛剛有個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再提供一些機會 我們還有十幾分鐘 我們還是要拍照一些課程 來